皇上 时候不早了 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 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 朕的心就不安 皇上 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 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 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 僵持着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 逼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渔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是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他计较 是 皇上 张廷玉带人求见 他这么晚来见臣做什么 如意 你去屏风后面残壁 是 让他进来 这 你会怎样 彼此 但你可不可以 而不是 你会败 我 你会败败的 那你会败的 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恒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恒提妹妹嫁去克尔沁部 皇姑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七十七夕 求我术师 待妻吉夕 恒提妹妹 已经到了彪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妻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啊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儿 就是贤贵妃 成了嫡妇禁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 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是贤贵妃 是贤贵妃 成了恒提的皇嫂 是贤贵妃 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 便只有恒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利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 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 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 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 微臣见过太后 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神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 调着精神啊 皇后 你担惊绝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后娘 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你儿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帝 白头偕老 娘娘 娘娘 娘娘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旨让横帝出嫁为止 因为刚刚顶状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要把她留在身边 臣想来想去 横帝长公主驾到科尔沁部 还是实在不妥 横帝是嫡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书长公主 嫁到了骁勇山战的准格尔部 那么横帝长公主 若再嫁到尊贵附属的科尔沁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何静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 皇上反过来想想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你得闭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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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zięk 是 这是 老后的 我心想 艺术 你不许何能 也让你 也要 尊贵 那秦带着朝臣们 极力主张驾景色 不驾横蹄 张婷玉 算是和黄额娘较疏远的重臣 她为朕思虑 也说要驾景色 也不知她是否真心实意 应该是 张大人的话 臣妾昨日也听见了 如若横蹄真的驾往克尔庆部 尊长的的确是太后的诠释 这为父为子 为父为兄 又为九五之尊 许多的决断 确实让朕为难 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 对和靖公主 有着妇女的血浓之情 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 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 必有多重思虑 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 是最重要的了 朕是皇帝 是大清的君主 朕的心里面 不能只有亲人 而无朝局 而无朝局